侯友宜展开全国的卸票行程 强调未来会利用平日的晚上 或者是假日到各地感谢支持者的乡挺 而且侯友宜也强调 这一生都会为台湾这片土地 还有人民来打拼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再度的发脸书长文 表示坚持蓝白盒的话 柯粉的票大多只会跑到绿营的阵营去 结果就是双双一起沉沦 如果是柯文哲当政的话 国民党当富的 才有可能达到1加1等于2的目的 那陈佩琪也说了 如果侯正科富 连陈佩琪这样的大科粉都会投不下去 但是有网友就在底下的留言处相劝了 说这选举都已经结束了 你该翻篇翻页了吧 到此为止吧 继续往前看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国春 先前参选的时候呢 揭露了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陈廷飞的博士论文 经过比对之后 高达25%的抄袭 并且具名的提出检举 那最近判定的结果出炉了 长龙大学表示 有部分的文献引述 虽然有著名资料来源 但引述的格式的确有瑕疵 所以被检举人陈廷飞 必须要在今年的4月30号 以前完成修正 林国春就说了 曾经陈廷飞大动作的扬言要提告 但至今都还没有收到提告的通知书 但是陈廷飞是下一届台南市长的热门人选 那国民党又要怎么样来迎战呢 虽然现龙界现在是选上不分区立委 可是他未来恐怕也要像江启臣 或其他人一样 你要好好在台南继续生根 然后国民党也不能够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国民党在台南 立法院还是全军覆没 对 那你不能够因为全军覆没就算 比如说陈以信这次在那边 虽然还是打不赢王定宇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还很年轻 以信还非常年轻 你在那边如果继续生根 四年后也未必没有机会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你们就是大家去了 虽然失败了没关系 我准备花个十年 甚至二十年跟你拼 林家龙当年就是十年磨一剑 对啊 最后还不是一样让他当台东市长 只是这个剑磨完他就把他丢了 所以就结束了 就是要时时刻刻警惕 你看陈廷飞林俊县在当地 他们是稳到一个不行的 结果人家马上一选完 立刻就开始动作 因为你要知道民进党他们这个 像之前他们 因为在台南跟高雄 屏東这些地方 基本上对他们来说初选过 就几乎是当选 所以他们的 他们通常都在初选前半年以上 就已经开始在到处挂看板 到处走跳 到处到处去地方这边经营了 那国民党因为你在当地 比民党还要弱势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比人家更早 就是变成假设 人家半年前开始 你最迟一年前就要开始 可是国民党刚好相当 国民党每次在南部地区 被提名那个人通常都到最后一刻才决定 那请问一下 你连经营的时间都没有 你就跟人家玩什么 每一次都只期望像突然之间又出现一个 韩国瑜莫名其妙打赢 这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不能够永远期待这种 在地方的选举就是要稳扎稳打 这个没有别的好去讲